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播到达村子时天色已晚 小胖只能安排她到了叔叔家过夜 这时女友淑姨也下班赶过来 结果刚到这里就被海底的马带吸引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 并且在看过阿卫拍摄的视频后又接连做了噩梦 梦中她从那边海上醒来 而不远处还是那个女孩的身影 惊醒后淑姨脖子边开始红肿发痒 由于是老毛病 她并没有过多在意 另一边 女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被网友指住 即身后有人 她本以为是网友们的恶作剧 但没有想到在厕所里真的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接着从门缝下又渗出了红色液体 女主播瞬间吓傻 赶紧收拾东西开溜 结果刚到门口 就被一根上次勒住脖子 最终 吊死在了房间正中 由于上次录制的视频爆火 阿卫还想就此事做成续集 于是再次来到这里 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 小胖坚信女主播一定是中了血 从昨晚送送一事开始 她就感觉到不对劲 但阿卫听完却很高兴 为了能继续拍摄此类视频赚钱 她说服小胖夜深人静时再来拍摄 晚上阿卫和小胖来到了案发地点 特意给女主播上吊的地方来了个特写 为了营造惊悚的气氛 阿卫扯掉了风扇的秀发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 接着在床底发现了一张有年代的照片 照片上的其中一人居然是小网红 另外一名是刚刚自艺不久的新娘 两者同样的死法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怀揣着疑问 阿卫把照片带回了家 结果书仪看到照片后瞬间脸色惨白 一段狗血的闺蜜情就此揭开 高中时期 书仪有一个闺蜜名叫妍妍 由于长相平平 并且脖子上有烧伤 所以她身边一直没有朋友 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弹吉他 但有一天在海边弹吉他时 书仪跑过来主动和她说话 妍妍很开心 两人你来我往 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直到妍妍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后 俩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妍妍被男生拒绝后伤心欲绝 情书的内容被三个女生公开嘲笑 而三个女生正是照片上的三个女人 妍妍把情书被公开的事情怪罪于书仪 便与书仪断绝的闺蜜情 不知道是被揭穿还是确有其事 往后的日子妍妍在被把凌时 书仪都装作看不到 现在的书仪充满着内疚痛哭至极 也很快如中邪一般浑身发了不停的抽猪 二位奸壮赶紧让小胖叫救护车 小胖一看这哪里是犯病 是中邪呀 于是他们连夜来到送肉粽的叔叔家里 这是一场驱煞仪式 只见法师手持法印口吐胜水 在中邪女人背后一顿比划后 又用绳鞭抽打四周 随即涂出一口水 女人如同卸下重负 随着脸上的煞气消失 女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法师称女人的煞气潜藏已有十年 想要根除必须找到源头 并想要与其谈判 看对方有什么条件才能和解 叔姨听后若有所思 第二天几人分头行动 阿伟和小胖寻找照片中最后一人 而叔姨则在海边烧掉了和炎炎的合影 此时一女子正身轻慌张地离开 并到法师处求了一张护身符 刚巧此时小胖回来 这不正是照片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吗 小胖一路跟随 顺利找到女人的住处 虽然有灵符护匹 但等叔姨他们赶到时 女人已经重邪般地杀死了自己妈妈 本以为警察赶到女人能得救 当晚女人就如同腊肉一样 被吊死在方量 随着最后一个同学死去 叔姨也终于讲出了当年的真相 霸凌炎炎的三人组越发过分 他们以心上人的名义约她去楼顶见面 结果可想而知 又是一堆眼里侮辱和拳打脚踢 狼狈的炎炎眼里充满了绝望 却没想到在这时又看到了叔姨和心上人约会 而心上人正是阿伟 原来当初叔姨帮炎炎送情书时 也喜欢上了阿伟 并冒充阿伟的笔迹拒绝的炎炎 失恋加倍好友欺骗 加上自卑的心理 炎炎最终在体育馆上吊自艺 因为是自杀 炎炎葬礼也草草了事 自艺时的绳子也没有按照习俗送上 日积月累 炎炎的怨念全部积压在了绳子上 最终在十年后爆发了 如今霸凌的三人组已经死去 现在就剩下叔姨了 叔姨俨然已经炎炎附身 阿伟吓得不知所措 小胖知道后赶紧叫来叔叔帮忙驱邪 叔叔告诉阿伟 炎炎的怨念太深 想要救叔姨 只能把炎炎的魂魄叫出来谈判 否则叔姨只有死路一条 阿伟带着法师来到炎炎当年自杀的地方开谈作坊 一顿法师过后 炎炎附身叔姨出现 可他并不想要和解 只想让叔姨偿命 冤魂的执念越深 怨气就越大 这种厉鬼就连法师也惧怕三分 果然一言不合 炎炎就趁机勒住了法师的脖子 法师大喊让阿伟赶紧烧掉绳子 关键时刻阿伟却愣在了眼底 眼看着叔姨被跳了起来即将炎炎一息 这时阿伟终于回过了身 终于将绳子烧掉 随着绳子的燃烧 炎炎的魂魄也逐渐消失 影片最后 法师为炎炎举办了一场送送仓仪式 叔姨慢慢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并且得到了阿伟的求婚 回家的路上 叔姨盯着镜中的脸蛋 满意地笑了起来 透过车窗玻璃的反光 上面浮现的竟然是炎炎的脸 炎炎在十年前上吊自杀以后 就在叔姨身体里留下了一股煞气 炎炎脖子上的烧伤和叔姨脖子上的红印处 在同一个位置 在烧掉绳子的那一刻 炎炎成功地和叔姨互换了灵魂 在十年前的那个海边 叔姨问炎炎毕业后的梦想 炎炎说 我希望十年后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而此刻她的梦想成真了 这个男人红袍夹身剑在腰 双眸光射 吉天摇 他叫钟奎 是所有王下子孙的守护神 这个小鬼产自泰国 名叫皮波 一双红眼男眼贼美属相 他以人血和灵魂为师 轻面獠牙 祸害人间 人称鬼师父 当泰国邪随来到我中华大地 看我华夏守护神教他 什么叫邪不压正 在我国台湾 凡是上吊自艺的人 必须跳钟奎 将死者的煞气送走 而泰国鬼师父最擅长将人吊死 夺起灵魂 当三个法师来到这座废宅时 发现正气弥漫的大厅房顶 整齐地悬挂着六具尸体 面对如此恐怖的景象 法师们神情如常地将尸体一句句放下 结果阿火一不留神被迷了眼睛 等尸体慢慢转过身 再被扶起时 阿火已经被厉鬼上身 师父眼疾手快 赶紧套出法器巨鞋 恶灵却顺势上了师父的身 被上身的师父眼睛瞬间变红 变成一只厉鬼扑向阿火 他想要掐死阿火 阿火在反抗的过程中 用绳索勒死了厉鬼 恶鬼也恢复成了师父的模样 阿火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勒死了师父 但是小鬼并没有因此被消灭 而师父身在一条麻绳上等待着时机 转眼五年过去了 一个作死的主播为了涨粉 花重金请来会通灵的女主小敏 他们要到鬼宅做招唤直播 召唤当地有名的恶灵 姨宰姑 姨宰姑是被婶婶虐死在椅子上的小女孩 由于怨念未散 便附身在椅子上受人敬畏 但凡像她问的问题都超级准 招唤刚刚开始 椅子就有了反应 而黄毛则开启射死模式 问她婶婶为什么要打她 姨宰姑一听直接暴走 小敏清醒后的小敏急忙找上阿霍 她想让对方帮自己 因为小敏从小就能看见鬼魂 自认为是自己招的鬼魂害死了爸爸妈妈 但阿霍拒绝了 自从失手杀死师父后 她决定不会再碰这行 回到住处后 阿霍在三个杯子前点燃三根蜡烛 口中念念有词地拨弄着手中燃烧的灵符 这名毒贩刚刚接到了一匹货 就顺手从水里捞起一根绳子固定箱子 不出意外的肯定出意外 一群苍蝇突然出现 没了视线的男人连人带货摔了个狗吃时 等站起来是顿时感觉双眼齐哑 恍惚间看见不远处的树上吊着一个人 等男人慢慢转身 发现吊着的竟是自己 男人直接吓破了蛋 正当他想逃跑时 一股乌漆抹黑的东西出现 牢牢地控制着他 等第二天被人发现时 男人的确被吊死在了那棵树上 按照当地的习俗 吊死的人必须做法送上 第一步的阿西法师和小胖出现 阿西先用一道灵符 让跪着的死者安静下来 然后用笃定的口吻告诉镇长 五年前的鬼师傅又出现了 由于第一步结尾对付女鬼 阿西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但跳钟魁送煞必须进行 于是他找到师弟阿火 可阿火始终没有走出杀死师傅的痛苦 他拒绝了师兄的请求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跳钟魁送煞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独自在家的小敏 忽然听到客厅传来奇怪的声响 那个吊死的人出现在客厅 嘴里正不停地吃着东西 原来这个男人是小敏的遗仗 此时他还不知道遗仗已经死去 他正要走过去查看时 却被椅子放倒在地上 接着他在手机屏幕的反光里 看见一个鬼影站在身后 回头一看 又什么都没有 他吓得躲进了衣柜里 一个鬼影在外面游荡 还好小姨及时赶回 从小姨的口中得知 遗仗已经在昨晚死去 送煞的时间马上就到 村民们各个大门紧闭 并且在送肉粽的时候 生人千万不能靠近 一旦靠近 必须跟完整个流程 否则会倒大霉 而此时阿希法师却突然口吐鲜血 俨然一副即将进医院的神色 这时阿火出现 他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命 他代替师兄扮起了钟馗 宋宗一世宏观而庞大 人人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的进行 与此同时 小姨在整理仪仗的遗物时 发现丈夫一直在祭拜 这坨乌气抹黑的东西 这是鬼师傅灵相的一部分 小姨感觉这是不祥之物 于是她赶紧追上宋宗队伍 让其把这个黑东西一起送走 就这样宋宗一世被打断 这是一场大型的跳钟馗一世 只见半相的钟馗庄严肃母 在来自泰国最凶的厉鬼面前 俨然是一副斩杀任何妖魔的气势 但事情往往不能随怨 宋宗一世被当地警方打断 上殿的麻绳也被警方带走 半钟馗的阿火感觉大事不妙 肉粽没送出去 代表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倒大霉 果然如阿火所料 回到家伙的小姨 开始像重邪般的在纸上乱涂乱画 随后表情变得猙獰 在用扫把就要打死小敏时 却突然被一股力量拉扯住 直接拖进了卧室 此时阿火和小胖赶到 几人合力将小姨绑在床上 很显然他已经被邪灵附体 阿火使用一阳指 暂时压制的小姨体内的恶鬼 但不幸的是 小姨的三魂七魄只剩下一魂一魄 想救他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让有通灵能力的小敏 去到阴间找到小姨的魂魄病带回来 这时也从阿火口中得知 被椅子莫名半倒 拖住中邪的小姨 以及打碎身后的镜子 是阿火之前在三根蜡烛前的施法 请求一载孤保护的小敏 女孩对这个长得像段奕红的男人 充满崇拜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 小敏召唤失败 这也导致小姨的情况更加严重 小敏及时将小姨送去了医院 而此时在医院的阿希法师 解开了小姨乱图纸张上的秘密 原来鬼师傅想及其七个上吊者的灵魂 再附身在通灵者身上转世为人 此时恶灵已经大开杀戒 先是录视频的主播黄毛 然后是看守命案现场的警察 接连的命案闹得人心惶惶 虽然阿火敌力阻止 镇长还是请人挖掉了歪脖子树 而树下面正是被斧子镇压的鬼师傅 此时阿火收到师兄阿希的短信 得知了鬼师傅最终的目的是小敏后 夺过鞋像赶紧往医院赶去 此时小敏已经被引到了那处废宅 阿火在着急离开医院时 碰到了第一部的男主 此时他老婆已经怀孕 女人一副被女鬼附体的模样 并没有改变 阿火依靠通灵感应 很快也到了废宅 刚走进大厅就发现了正在上吊的小姨 而小敏却不知所踪 阿火救下小姨后 拿出鬼师傅的恶灵像 开始施法驱邪 这时忽然有人从背后偷袭 原来是被附身的小敏 小敏放到阿火后居然没有继续补刀 而是走到小姨身旁 想重新把她吊死 因为必须集其七个上吊者 她才能真正的降生 而小姨就是第七个 受伤的阿火挣扎着爬起来 用手里的钟馗剑 将邪灵从小敏身体里逼近了自己身体 阿火瞬间黑化变成厉鬼 她用仅有的一丝理智 让小敏捡起钟馗剑 然后对着钟馗剑冲了过去 临死前 她将师父传承的护身吊坠送给了小敏 而就在小敏痛哭之时 鬼师父终于现出了原形 呲牙咧嘴地想要继续俯身小敏 而阿火的护身吊坠保护了她 在大悲大痛之下 小敏终于掌握了通灵能力 按照阿火教给自己的咒语 她召唤出了钟馗 钟馗手持钟馗剑 一剑将鬼师父劈成两半 恶灵向也应声破碎 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 电影最后 小敏继承了阿火的衣钵 成为了钟馗现实的妹妹 成就了一段现代版的钟馗嫁妹 但鬼师父的凶险还没有解除 已经完全附身在黄毛女身上 钟馗嫁妹与恶灵 又将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征战 农历七月鬼门开 无主鬼魂人间游荡 相传鬼月不宜子时照镜 不宜半夜亮衣 不宜挂风铃 家中人偶不宜多 不宜做法松肉粽 这个清秀的女孩自带天命 是第二部钟钟馗的妹妹 她继承了钟馗的道统 专为人驱鬼辟邪 而被女鬼撕霸的英俊男人 则是钟馗心的传人 她同样自带天命 但她却不信鬼神 而是致力于 怎么在网红圈称为小杨哥第二 这日正和朋友龟仔拍摄 短视频的途中 龟仔接到了姑姑的电话 姑姑居住的旅馆 有一名男子上吊自杀 为了不影响旅馆的声音 他们被邀请去打扫上吊的房间 因为给的价格高 两人没有多想马不停蹄地 赶往了旅馆 刚进入旅馆 自带天命的大雨 就感受到了一股极其阴险的煞气 这里的老板娘很是慷慨 两人还没开始变美人 给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这时走廊尽头的房间 传出小孩喊妈妈的声音 声音极其尖锐 差点刺穿大雨的耳膜 老板娘 是不是你儿子在叫你 我先去忙了 老板娘人前热情人后 却露出了难以捉摸的神色 所以那个绿的人发慌的房间 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晚上老板娘在天台晒床单 忽然床单下面突出一个小孩人形 她缓缓靠近掀起床单 原来是老板娘调皮的儿子 这孩子大晚上不睡觉 非要妈妈陪她玩球球 还记得那个诡异的房间门前 总是有一个皮球吗 另一边两人已经把房间的床单 被入清理出来 大雨要把床单送给天台的老板娘 可小男孩看到大雨后 却有意的躲闪 脸色也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大雨也很奇怪 同时一人留在自杀房间的龟仔 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 贴着俘虏的上吊绳子随风摇摆 龟仔吓得心惊肉跳 立即开启直播 把这份美好分享给粉丝 有粉丝的支持 龟仔的胆子大了很多 应粉丝的要求 开始探索房间的每个角落 门口地板上有很多不明的画幅 厕所的墙壁上 客厅的镜子上 到处都是这种诡异的符咒 这时墙上的电视忽然播放起来 内容是一个抛弃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 等老公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闪现的画面中 我们隐约能看到第二部来自泰国的鬼师傅 而视频的老公就是在房间 刚刚上吊自杀的男子 龟仔看到上吊男子出现在面前吓得小心心直秃秃 而刚拿走的床单却再次出现在床上 并且下面有个小孩的人形 龟仔意识到房间有鬼赶紧开溜 他跑 他追 他插翅南飞 随着楼梯的门关闭 里面传出了勒道窒息的声音声 回到房间的大宇没有发现龟仔的身影 决定先割断上吊的麻绳 绳子刚刚割断 旁边的镜子就被莫名力量打碎 同时大宇家中中葵前的香炉随之浓烟滚滚 宇夫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刻准备好跳钟葵的道具去拯救大宇 临行前求助大师兄请愿天兵天将下凡帮忙 因为这晚是鬼杀祭最凶的时刻 他一个人根本应付不了 但为了儿子大宇的安全 宇夫毅然决然地画上钟葵装书 大师兄同时做法为师弟请愿天兵天将下凡 可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阴风破坏了一事 撒下的大米自觉变成了某种邪咒 这个邪咒大师兄并不陌生 正是出自第二部中来自泰国的古曼同贵师傅 大师兄立刻联系同样来自第二部自带天命的女孩小敏 他们一起去往旅馆除杀并拯救大宇 旅馆里再次发生了恐怖的夺魂事件 无聊的女人把弯着门口的风铃 伴随着一个皮球的乱入 门外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阿姨 可以帮我捡球吗 女子捡起皮球四处寻找刚刚说话的男孩 可无论她怎么走总是重新回到原地 这明显是鬼片里常出现的鬼打枪 这时走廊的尽头乱入更多的皮球 伴随着皮球越来越近 女子的四肢开始不受控制 同时老板娘也重鞋般地掐死了自己的丈夫 前来吃瓜的女房客也被曼账后的小鬼扭断了脖子 此时大月还在寻找着消失的朋友龟仔 最终发现龟仔已经吊死在了楼梯间 除去第一个自己上吊的男子已经死了四人 第二步中来自泰国的古曼同鬼师父被钟馗降服 这次他趁着七月杀其最终之时重返人间 杀死七人夺七人魂魄便能化成人形 到时便能斩杀钟馗的后人报仇血恨 突然被吊死的龟仔被附体准备掐死大鱼 口中不断喊着七身七命是杀钟馗的口号 千军一发之计 在与富快爽口钟馗的符咒下 附身龟仔的脏东西顿时昏了过去 就在取下上吊的麻生时 龟仔重新站起来对于富发起攻击 大鱼为了拯救父亲喊出了一声霸 小心 这是跳钟馗的大忌 因为跳钟馗都是凡人所办 并不是真的钟馗下凡 鬼魂一旦听到半钟馗人的名字 便会识破不是真的钟馗 便会对半钟馗的人痛下杀手 尽管鱼爸被识破 但他还是用尽毕生所学击退了脏东西 可换来的却是三魂七魄丢了三魂 于富知道自己已经大陷将近 林立开前把一个开过光的金光铃排带到大鱼脖子上 又把跳钟馗所用的观音直交给了他 此时自带天命的小敏和三不都在的胖子已经来到旅馆 刚刚走到一楼 小敏就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煞气 为了不让鬼东西走出这个旅馆在害人 小敏在旅馆的周围布下了姐姐 鬼师父之所以会出现在旅馆 是因为旅馆的顶楼一直有一个养骨慢筒的巫师 而老板娘的儿子正是一个骨慢筒的化身 熊孩子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 发出刺耳的尖叫 差点针随大鱼的耳膜 老板娘见状赶紧把儿子抱到巫师这里 可巫师见到后却大喊 这不是我的骨慢筒 显然熊孩子已经被鬼师父控制 伴随着老板娘展露诡异的表情 巫师成为了鬼师父的果父之士 而大鱼的父亲容易救下 大鱼被活活勒死在了楼道的房顶 随着父亲的离世 大鱼这才看清楚作祟的一直都是来自第二步的鬼师父 同时老板娘把所有人的尸体都搬到了楼顶 距离七人七名还差最后一人 此时小敏和胖子也赶到了旅馆 小敏当即使出开锁技能 看得胖子目瞪口呆 正在两人分头寻找大鱼之际 一见凡人的胖子瞬间被控制了神志 反手掐住了小敏的脖子 千军一发之际 大鱼赶到 利用父亲所叫的观音 只让胖子恢复了清醒 曾经有人说 我是中愧的妹妹 但是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从我领受天命的那一天开始 看待万物就有了不一样的体物 领受着天命就得放弃做网红 大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这是一阵尖刺的声音传入耳膜 小敏见得多当即识破是鬼师父的杀气 两人顺着声音终于找到了巫师养小鬼的地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射魂的六具尸体 他们脸上顶着符舟 用红线串联 很明显是在为接下来的邪恶仪式做准备 小敏顺着煞气找到了二楼 这里正是巫师养小鬼的法滩 凌乱的小鬼散落一地 中间的床单下凸起一个小孩人形 小敏凑掀开床单是一个更恐怖的小鬼 脑子里立即闪现出鬼师父的画面 他意识到此小鬼就是鬼师父现在的人形 这时老板娘出现冲着大雨就是一刀 还好大雨动作够快 只是划伤了头皮没有伤着英俊的脸 发疯的老板娘只是样貌下人站立一般般 没有扛过小敏观音纸的劈头盖脸 清醒后的老板娘抱着鬼师父 虽说这鬼东西是他儿子 小敏不得不从怀里掏出一张旧报纸 上面清晰写着旅馆老板娘酒驾害死八岁儿子 一个母亲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儿子 自那之后老板娘日日悔恨 爷爷想重新复活儿子 正巧这一幕被旅馆的清洁阿姨看到 扫地的一般都是室外高人 这阿姨也不例外老太太是养小鬼的专家 她为老板娘的儿子举行了招魂仪式 让孩子的魂魄附在养的小鬼身上 通过日夜腐肉供应 终于把儿子的鬼魂召唤了出来 大雨自带天命所以能听到小鬼刺耳的叫喊 也能在天台看到小鬼的身影 也许是巫师的本领不到家 也快把鬼师父这老小子给召唤了出来 这老小子一直在猫着 终于猫到了今晚煞起最终之时 七人七名还差一命 失去盼头的老板娘偏偏这时候一刀了结了 七条人命已经凑齐 鬼师父这鬼东西瞅准时机赶紧复活 先利用刺耳的杀气急晕两人 然后在小孩的棉被下幻化成人 最后把两人带入他的战场准备开干 金光雷牌先一步意识到危机照亮了整个黑暗 照得鬼东西无处遁形 大雨还没有完全领回钟馗的道头 前期被打敌就没有站起来过 这时大师伯终于请来了天兵天将来相助 乌云被金光照出一个口子 直接射在了大雨的脸上 一同出现的还有穿着钟馗衣的父亲 父亲用大雨的血用做画笔 在脸上画出了钟馗的花脸 只要再踩对七星步钢法就能请钟馗上身 一踏 两踏 三踏 一会就踏了六步 在他最后一步时鬼师父使出了终极大招掐脖子 以时间无法挣脱第七步难以踏出 关键时刻 小明云金光雷牌按住了鬼师父的脑纹 趁此机会 大雨赶紧踏出第七步 一道金光灼鬼阵 一道快剑刺身 箭终于刺进了鬼师父的身体 伴随着人身爆炸 所有关于鬼师父的一切物件全部炸毁 小明按照稀俗给上吊的麻绳松肉粽 伴随着麻绳的烧毁整件事件彻底结束 而作为钟馗身的大雨打破常规 与新时代结合 让古代的钟馗变成了时装钟馗 说白了 大雨还是不愿意放弃网红这条大道 大雨还是不愿意放弃网红